這個接下來的領導人有兩個事情 第一個就是大幅的調高 整個我們未來的這個稅 這個利率的問題 另外一個就是大幅的調高 房屋的持有稅 只有這兩個方法 才能夠真正讓台灣的房地產降溫 大家好我是黃世聰 歡迎收看本週的聰明理財大小事 那我們知道其實我們在前幾週的時候 曾經講過一集 台灣房地產的這個問題 那結果沒想到就引起迴響 那當然在上一集裡面我提到就是說 台灣房地產有幾個原因 包括說像我們的利率長期 維持比較低水位的這個情形 還有我們的貨幣是個超發的狀況 那今天就在為跟大家更仔細來說明說 我上一集裡面提到了一些房價的 種種的諸多的因素 好我們先來講一下 其實我一直認為 我們台灣真正會房地產上漲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的央行的超寬鬆的貨幣政策 那為什麼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實際上我們這個我知道我們台灣是一個 這個所謂的海島型 以進出口貿易為主的這個狀況 然後我們給大家一個觀念 就是貨幣 為什麼要發行貨幣 當然就是為了經濟的這個運作 那因為我們的進出口額非常大 所以要對應的相關的貨幣 所以我們的貨幣呢 發行一向都是比較寬鬆的一個狀況 其實我們內需 並沒有像進出口那麼大的一個數字 那因為我們要日常運作 所以央行始終會維持一個超額貨幣攻擊的這個狀況 那因為貨幣的量很多 所以造成什麼 大家都是有錢 所以存入銀行 那存入銀行裡面來說會造成爛頭寸 就是銀行裡面的資金很多 所以銀行資金很多會導致什麼利率上不來 所以其實台灣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貨幣超發導致的銀行的利率偏低 那上一集來說的話 我說我們要拉升利率的難度很高 那就有人說不會啊 我們只要把它大幅的往上升就好 但是因為我們要維持貨幣的寬鬆來刺激整個這個企業投資 還有整個經濟的這個進出口 所以變成是這樣的情形之下呢 我們必須要維持一個弱台幣 然後如果台幣就利率不能夠太高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結構面的問題 這個為了要進出口貿易 然後犧牲了國內的內需 這個但是這個是我們台灣的這個既定的政策 所以這也沒辦法改變 那除非是說我們的央行 或是說我們的這個主管經濟的人 有不一樣的這個思維 但是我跟大家稍微報告一下 我們現在央行行長是楊金龍 那楊金龍他的政策 其實就是跟之前的彭淮南這個前央行行長 其實是一樣的 他們都是主張比較貨幣寬鬆這樣一個政策 所以等於是說比較屬於鴿派的一個思維 那因為你的這個貨幣超發 然後利率很低 所以我才講台灣為什麼大家都去買房子 因為錢很多啊 對你錢那麼多的時候 家戶裡面來說你要投資什麼 你要嘛就是投資股市 要嘛投資債市 要嘛都投資房地產對不對 那再加上說台灣以過去一二十年的時政來說的話 房地產的保值性又比較強 所以不只是我們一般人去投資房地產 連這個銀行也去投資房地產 連這個壽險公司也去投資房地產 連一般的公司他可能也都去投資房地產 所以導致說房地產的價格容易居高不下的一個情形 而且買家非常多 那最近其實發生一些事情 包括說我們之前呢 有一位這個鷹派的這個央行裡面的這個副總裁 叫陳南光 那其實呢過去他就是主張所謂的利率要往上升 他是屬於比較激進派的 就是他認為說應該要升高利息 然後某些程度來降低所謂的房市飆漲的這個狀況 但是呢 因為畢竟在央行裡面來說 鷹派是屬於少數少數人的這個說法 那他在這個今年的3月之後他請辭 那回到這個學校去教書之後 現在由新任的這個朱美麗來接任這個 我們銀行的 我們中央銀行的第二任的女性的副總裁 那我們就講其實 也就是鷹派慢慢的離開 那鴿派這樣 所以我覺得貨幣政策 我們要改變的可能性是相當相當低的 好 那其實呢 我們如果用這個過去的很多例子 來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M2 我們講出一個指標是M2 M2就是貨幣的供給量 我這邊為大家找出了 英國 香港 還有中國的圖 大家可以看一下 英國的M2跟平均的房價 其實是 呈現的一個所謂的 異步異區的這個局面 還有香港的M2跟 香港的房價之間的關係 其實也是一個 互相 這個上下的一個情形 那 中國的M2跟 上海的這個狀況也是一樣 上上下下一樣的幾乎是一樣的狀況 也就是說 因為我們的貨幣供給一直在發行的狀況之下 導致我們的價格會一直不斷的往上升 但是你可以看到有一個國家跟大家不一樣 那就是日本 日本你可以看到他們的M2就藍色這條線還是繼續在往上升 但是房地產卻沒有 大幅的上漲的這個價格 所以日本是唯一不一樣 但是日本為什麼會不一樣呢 等一下我會為大家說明為什麼日本會不一樣 但是你可以看到大部分以 過去的這個歷史的統計數字來說的話 M2就是該國的貨幣的發行總量 他其實是跟 這個房地產的價格 兩個是可以掛鉤在一起 好 那我們先跟大家稍微 講一下 就是以中國或是美國目前的這個貨幣的發行量是怎麼樣 我們為大家講下一張表裡面有美國的這個M2的這個 這個數量 那M2的數量我有一個紅線畫出來的 這個是21兆美金左右 那美國的GDP是約莫是21兆22兆 所以美國的貨幣發行約莫跟他的GDP的 比值是相當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中國 中國的這個GDP的量是121兆人民幣 那他去年的這個最後的這個人民幣的這個總量 M2的總量是273.8兆人民幣 這樣除下來的話 他所謂M2除以GDP的比值叫做226 226226也就是說他的貨幣的發行量呢 約莫是整個GDP比值的兩倍 好 那我們給大家看一下台灣的數字 台灣的數字來說的話 我們的M2的總量是58.34兆 那我們的GDP是24.2兆 除下來是240.9 所以其實呢 台灣的貨幣發行呢 其實是處在一個 這個我們如果用M2除以GDP的這個比值來說 是個超高的數字 也就是因為超高的貨幣供給量 導致什麼 導致銀行爛頭寸 爛頭寸的時候就錢會導到哪裡去 導到這個所謂的我們的這個房地產去 所以其實台灣這個比值是相當相當的高 那因為台灣比值這麼高的這個狀況之下 台灣貨幣那麼多 所以房地產當然下不來 你說我們今年有什麼平均地權條例 然後過去幾年什麼實價登陸一大堆 為什麼房地產沒辦法下來 因為我們的錢還繼續在發 那加上說什麼 台灣有一個非常特別就是 我們的房屋的這個持有稅率 其實是相當相當的低 為什麼這樣說 我們給大家講一個圖 這個圖就是說 我們前一陣子跟很多朋友在聊天的時候 他們就說其實在台灣 養房子呢 其實最便宜 都比養車還要便宜 為什麼這樣 我們如果舉個例子 以65萬2000cc的台灣的這個國民車來說的話 它對比一個3000萬的房屋來看的話 你給大家65萬2000cc的台灣的國民車 你只要繳1萬1200 你要繳1萬1200塊的 稅金拍照稅 那也不包括燃油稅等等 那另外一個3000萬的房屋要找房屋稅 還要繳地價稅 你看加起來的話一年 才只有9000塊 那再加上說現在銀行的利息很低 我持有的利息很低的狀況之下 我當然 對有錢人來講 為什麼有錢人會持有個 三五戶以上的房子 因為對他來講 養戶成本很低 持有成本很低 就像說我前一陣子到日本去 帶團去參訪 像日本的年輕人就不太愛買房子 那為什麼他們房屋的自由率只有60幾% 為什麼只有60幾% 因為我去問他們說 那你為什麼不願意買房子 他說沒辦法 因為我們房屋持有稅率非常高 這一年在日本來說的話 你要繳的稅率約莫是 房子總價的0.5到0.6%左右 那這個數字其實蠻驚人 你只要20年的話就要繳到房子的約莫是 一成左右的這個數字 這個其實稅率是相當相當的高的 相對於台灣 那再加上說其實他們年輕人普遍的 起薪比較低 所以就買不起房子 所以他們現在年輕人也就是都大部分都是租屋 那這也是因為稅制造成的影響 所以他們也沒有人去炒房 像我們帶團去看房的時候 他們就說你們真的要買日本的房地產嗎 其實反而外資對日本房地產是比較看好 那日本的內資對於房地產是沒那麼看好 我覺得這都有一些結構面的問題 那這是我剛才講了台灣的持有稅率超低 台灣的成本很低 這個造成然後貨幣又超發 這是我們房地產之所以會一直往上漲的一個 非常好的臥土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要能夠改變的話 就是我們可能央行的政策要改變 如果敢大幅的拉升利息 我之前就說台灣的拉升利息的空間不大 主要原因就是我們目前的決策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好那除了從這個所謂的 因為資金很多面來看的話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的新供給非常少 那你說沒有啊 我們新供給很多 我們新供給不是都去年 不是還蓋了9000多億的房子出來 但是我跟大家說 事實上徵戰好的供給呢 應該是從所謂的都庚 或是說所謂的都市重劃重新來開始 譬如說台灣台北市 台北市的房地產來說的話 為什麼一直居高不下 因為台北市的房地產的新供給額非常少 那大部分都是老房子 那老房子呢 又價格下不來又沒辦法再拆掉重建 因為都跟難度都非常高 所以新供給非常少 所以 但是大家還是要擁入台北市啊 所以只要往周邊去 那周邊去的時候就會造成哎 台北市的房地產價格沒有跌 那要嘛就是周邊的房地產往上拉 就變成是為什麼台灣的房地產會一直往上漲 我覺得供給一直不夠多 那加上說很多房子都被人家持有 三四戶持有啦 他成本很低啊 所以他不賣 不賣的話就變成是供給很少 那這個需求很強的時候就房地產就會往上升 所以我覺得其實呢 那種台灣房地產下降還有一個原因 還有一個方法就是 其實從之前的蔡英文總統 然後到柯文哲市長都一直提到所謂加快都更 然後增加或增加這個建築物的數量 甚至有所謂的青年住宅只是說呢 必須講很遺憾的就是台灣這個新供給 始終一直跟不上 所以導致我們的房子非常的 非常的這個價格非常的堅挺 特別是以台灣來說 我們台灣的拆 拆房子的速度是相當相當慢 台灣呢 超過50年以上的老屋 每9間就有一間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這個不只對台灣的房地產造成一個 不好的發展 甚至呢 這也都相當相當的危險 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其實 我們的台灣人呢 在投資的這個領域裡面來說的話 的確我們為大家找出一張圖就是 兩岸的投資的優先的順序還有比率 那大陸來說的話 當然大概約莫有四成的人呢 他可能會去投資房地產 那台灣的約莫有大概三成的人 會去投資房地產 緊接下還是兩成人會買基金 然後一成五的話是買這個外幣定存 然後9%是買境外保單 8%是買黃金 所以看其實兩岸的房地產 為什麼同時都會居高不下 很大一個原因就是 房子其實是用來住的 不是用來投資的 但是因為兩岸的政策的關係 使得大家都把房地產 拿來當成一個投資的這個工具 那當成投資的工具的時候 那當然會導致這個房地產呢 價格更是居高不下 好那最後我們來提一下 為什麼這個日本呢 這個我們剛才提到就 日本不是一直貨幣超發嗎 那為什麼他的 房地產的價格反而是往下跌 我又跟大家提到 因為日本的經濟在這幾年來 陷入一個困頓 所以日本央行只能夠藉由不斷的發行 增加貨幣供給額 希望來刺激整個日本經濟的發展 但是無奈日本的這個經濟一直起不來 所以日本就陷入一個惡性循環 就是一直不斷的發行這個新的債券 然後一直不斷的貨幣超發 所以你可以看到M2一直在往上升 但是呢他的經濟是遲緩的 另外一個人口是減少的 所以導致說他的房地產的價格 反而往下跌的一個情形 所以我才說 其實台灣真正房地產要能夠有 大幅下跌的時候可能要等到 第一個台灣的人口開始明顯的減少 第二個就是說 台灣的GDP成長率開始明顯的變緩 這樣的話就會可能會壓制到我們整個 M2的這個增長的幅度 再加上說整個房地產的需求 或許會下降 這時候台灣的房地產才真的有可能 會有回落的一刻 那除非是說這個接下來的領導人來說 有兩個事情如果你能做到 或許就會能讓房地產比較明顯的下滑 第一個就是大幅的調高 整個我們未來的這個利率的問題 另外一個就是大幅的調高房屋的持有稅 只有這兩個方法 才能夠真正讓台灣的房地產降溫 那同時之間呢 當然要增加整個房地產的供給 包括說從都更 或是從這個增加青年住宅等等著手 那當然就有助於整個房地產的景氣呢 不能說會價格會大幅的滑落 至少要這個回到一個就是以人住的為主的一個本質 而不是說大家都充斥的所謂的投資啦 炒房這樣的心態 這樣當然會讓整個房地產的發展會變得相對的 就比較沒有那麼健康的一個情緒 那以上就是這個禮拜的節目 那分了兩期為大家介紹一下這個台灣房地產的 過去跟未來我的看法 那當然有機會的話我會持續跟大家 可能就從北中南各個區域來更加深入的 看看台灣的房地產 或是說有哪些可以注意的 或是有哪些大家可以未來可以這個 怎麼改進了一些具體的方向 那以後的節目會再為大家持續的分享 那本週節目就到這邊 我們下週見 拜拜